我都可以帅 新北部门在英姓都好 嗨 大家好 又姐妹了 你们现在后面看到的是我的新家 因为我已经搬家了 然后现在在比之前更北一点的城市 我应该之后会专门出一期视频 就是讲我在法国怎么搬家 什么之类的 让你们看到我这半个多月来的努力 为了搬家所做出的努力 如果有人来法国 就是近期要来法国学习的话 让你们看到 现在9月份的疫情 找一个公寓是多么的麻烦 那现在我今天要出门去 去一个奇怪的地方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要去买那种鱼缸 或者是用来养鱼的东西 因为我们这边认识了 我这边认识了一个朋友 然后他很喜欢养鱼 然后刚好有朋友 就是他自己要 就是做了一些关于鱼缸的那种 艺术的portrait 然后他有些鱼缸就闲置了 所以我想 嗯那要不要我也开始养鱼呢 然后我就觉得 可以今天跟他们去就是 卖鱼和鱼缸的地方看一下 然后买一些东西回来 什么换 换气的啦 之类我也不是很懂 但是要去研究一下 我今天早上 录个妆录了一个小时 我本来已经提前两个小时 准备出门了 因为还要录这个开头嘛 就是 我真的很崩溃了 就是因为你们看不到 因为我这个眼线是黑色的嘛 然后中间改了很多次 然后上下都已经变成那种 就是乌黑那种小花猫一样 然后我在那边一直用遮瑕 然后粉底了 然后给它铺回了 然后现在很赶 我本来想说要有一个时间缓冲 然后让我来录这个开头 但是现在实在是太赶了 我每次都是这样搞得很赶 所以我现在就要出发啦 然后给你们看看 我们这里新的城市 然后给你们看看我要去的那个 我的养鱼计划的开始 我要去养鱼的那一个地方 然后现在已经是夏季的尾声了 我希望在夏季的尾声 多穿一点吊带 可能会夏天一点 OK 那我们出发吧 准备出门啦 准备出门啦 给你们看看我小猪佩奇的袜子 嗨 佩奇 你好呀 我是佩奇 我一直跟我裙子一样颜色的床子 所以到了我的衣服上 它是七星吗 234567 好像是七星哦 拜拜 太可爱了 快点来展示一下你的包包 因为它特别小 尤其是跟你的身形相比 有吗 对啊 它就一点点大 那种上场房门也被送的 是吗 对啊 我们现在准备出发了 我们已经在这个车站前面 然后莫名的多了很多人 就是后面这一堆 周日只有这一间开吗 嗯 我们已经坐了很久的车 然后又走了很远 终于快要到了 虽然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 什么时候能到 什么时候能到 马上 好 到了 这边应该就是门口了 每次前面总是会有几个人 挡住我的镜头 你摆这个小房子好可爱 是给动物的吗 是给鸡的 准备要进去了 应该要戴口罩了 是给鸡的 为什么他们也会摆这种挺紧的 如此东亚的风格 为什么他们也会摆这种挺紧的 如此东亚的风格 他们还有佛头 都会摆这种都要摆了 因为他们都有 这个看起来 那種過濾器什麼的可以送給我 看這些幾乎有一種回了老家的感覺 你很漂亮 這邊應該就是一個寵物商場 我已經拍到很多各種各樣的動物了 背後的貓咪 說真的東西都很全 就是你要養寵物的各種東西 包括貓貓狗狗的一些東西 但是我還沒有看那種爬蟲 什麼蜥蜴啊青蛙蜘蛛啊蜘蛛啊 之類的 這麼活潑嗎 嗨 這隻灰色長得跟你一樣的 跟我一樣 那看我需要擁抱它 平心動嗎 真的挺像的 它是可以去玩的 找了一株植物 插一盤你的植物 你這是要馬上放進水裡是嗎 每個人都有一盤植物 我就是這一盤 大家近一點吧 近一點吧太遠了 太遠了 把那誰的擋住 哇好棒 好棒 好完美 可以了 感覺是麥當勞桌子上本來就有的東西 這樣聽起來又不像是什麼好不好 嗨 這石頭可以放魚缸裡 我們去哪裡做啊 都是很遠的 我們現在準備回家了 我第一次買植物都很緊張 因為都沒有買過 希望我能夠把它養活 因為之前就是家裡有燉植物 我都沒有養活過 它長得特別圓潤可愛 可以看到我背後這個白色花T恤 美麗的男人嗎 美麗要帥氣的男人嗎 他想在我的Vlog裡面徵集男友 我要把我的陽光都分給我的植物 這樣就曬不到我了 可是全都聽了 我也沒有 我也沒有 請問 哈哈哈哈 這樣做 現在已經是下午六點了 我終於到家了 看我的植物 它本來上面有一個這樣的牌子 然後 它這個牌子很可愛 它寫了就是 注意事項什麼的 就是應該是一週交一次水 然後還有太陽 這邊可能是什麼 化肥之類的 然後說它不能使用 那我這個植物我查了一下 說什麼可以 內服 內服 外服 爹打損傷 有奇效之類的 我給它買了一個這樣的 罐子 這是我第一次養植物 所以我希望可以把它養得好一點 要不要給它取一個名字 叫你 阿元吧 以後你就叫阿元 來 這也是大笨 都是好朋友 這是大笨 這是阿元 嗨 say hello 以後其實有個魚缸 叫它剛剛 我今天都不知道 就到這裡 好 那先這樣啦 拜拜 今晚的晚餐 法棍配蔥油雞 我已經習慣了這種 就是中西合併的晚餐